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高雄今年新春一日,农夫由大树休闲农业区主打抓彩归,旺旺来农村体验活动,游客大年初四走进农村,体验与都市不同的年位。 这场活动从高铁彩虹市集出发,早在游客集合前,高雄市农业局副局长郑清福已准备好恭喜新年的红包,让游客感受到满满的祝福及丰盛的人情味。 尤其现场有两名远从澳洲回台过年的小朋友,穿着大红喜气的红色洋装,成为全场最具年位的小小模特儿。 将近游客特别说道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高雄一日农夫了,但是这次在过年期间来到乡下,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气氛,再加上户外大自然的风光及社区志工们淳朴的热情,这是在澳洲即便是华人聚集的区域也体会不到的年位。 活动从大树区的华仪牧场开始,园区内有生态教育馆,户外及室内洋社,这里是嘉南洋乳,在南部地区最大的公辱区,先进的喂养设备,让游客都放心的跟羊群们近距离互动。 除了拿木草喂小羊,也想用园区准备的新鲜羊奶跟纯羊乳冰棒,园区花木浮书的造景也是许多动植物及昆虫的生态导览的最佳环境。 社区也安排民众学习亲手制作天然食材的缤纷彩色红归果,还特别安排铜丸达人教大家利用大自然的材料,完成环保铜丸竹蝉鸣,让大小朋友玩得好。 开心大树区的凤梨主题风味残疾凤梨冰茶,也让游客们赞不绝口。 在大树休闲农业区理事长谢坤松的导览下,大伙悠闲得漫步在旧铁桥的天空步道,一边听故事,一边远眺高平息的自然景致,并下到凤梨田里,人手轻采一颗凤梨,像征兴的一年好运旺旺来,心满意足的平安回家。 农业局科长方喜峰表示,高雄一日农夫自开办以来,几乎是每周六日都有活动,这是第六个年头陪伴民众一起过年。 有许多游客表示,与其到一些知名景点跟着塞车挤人到乡下体会农村式的过年,反而是更愉快,更聪明的选择。